如果我用那個index來抓的話 基本上它的位置 反正不外乎這個範圍裡面的 針對這個範圍裡面的 我需要抓到的是哪一列 哪一欄 那基本上列的話呢一定會1234 會有四個是同一列的 所以這邊會一到 總共會有四個 四個 四個 那總共會有 八列的話所以會有一到八 那這邊藍的部分的話呢是 一到四 會一直重複一到四一到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就怎樣 就是這樣 比較笨的方法就是 不過已經比那個什麼 已經還是比那個 這個不用按 已經還是比什麼 比那個圖法列剛來的快 比如說貼一個貼一個 然後 6 7 8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5 這邊不用按 Ctrl 6 我只是 7 類似像這樣啦 然後最後你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index 去抓這個範圍 index怎麼抓這個範圍 插横凡數裡面的話 檢視與參照 然後index 開頭的這個地方 範圍給他 這個範圍 對不對 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那我按F4 先把它鎖起來 然後呢 哪一列 這一列 哪一欄 這一欄 有沒有 然後呢 按確定 之後呢 向下填滿 一直到這裡 你會發現 有沒有 1 2 3 4 剛好在這裡 有沒有 1 2 3 4 這樣也可以 快速的把它做出來 應該懂這個邏輯吧 以後如果你要 這個多欄變一欄的話 反正你就是多兩個東西啦 哪一欄 哪一列 哪一欄 因為index 剛好需要哪一列 哪一欄 你給他哪一列 哪一欄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不需要讓人家知道你怎麼做的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邊怎麼樣 再隱藏起來不就好了 你也可以做出來了 OK 嗯 好啦這個 不過這個方法當然不是 OK 可是後面的方法 你可能就要 自動讓它產生哪一列 哪一欄的話 那個難度相對的比較高一些些 這個地方的話呢 怎麼做呢 首先列的部分 OK 列 列的話 把它Ctrl Ctrl 向下 再把它刪除好了 這個可能需要 你要思考 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 插入一個列 因為我等一下會向下 所以一定會是用到弱函數 弱的話呢 一定是抓到現在自己的哪一列 那可是問題 我希望以後都是1的話 那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先把自己 目前的這一列先減掉 減掉之後 因為它現在第二列 減掉之後0 那0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外面包一個INT函數 INT應該知道什麼意思吧 INT就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也就是說我今天把這個裡面的數字先除以4 除以4之後的話 那反正 0 除以4 多少 還是0嗎 還是0嗎 1除以4 還是0點多啦 INT之後還是0 那如果4 0 1 2 3 到4的話 4除以4就1 INT之後就1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把它打勾之後 向下填 再來就是 這個減掉 INT 把它 這個 這個 這個要先刮 先減掉之後 先減掉之後再除以 除以4 因為先 先減再除 好 那向下填滿 其實你會發現 它的答案是多少 000 111 到7 可是跟我們要的差什麼 差1 差1嘛 差1怎麼辦呢 對啊 加1就好了 加1 打勾 向下填滿 放開 1到8 有沒有看到 全部產生了 這個當然 這個是我自己 就是用推的啦 其實就是這樣推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我只是掌握了一個要訣 就是說INT函數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對不對 所以 先全部都從0開始 然後把它加1 就全部都從1 2到8了 OK 第一個列 的 應該沒問題啦 怎麼產生的 第二個的話呢 1到4 當然你不能說自己這樣 複製貼上 貼8次也OK啦 不過如果你有 很多個 那你可能要一直貼 一直貼 也不是好方法啦 那所以呢 這邊的話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產生 這個 1234 4 你 向下填滿 要幾個就有幾個 OK 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運用一個叫 MO的函數 MOD 這個MOD 跟那個中華電信沒關係啦 雖然它那個 你常常推MO MOD嘛 那這個 其實函數呢 它主要是 用來 求於數 比如說 我們除以4 於多少 如果你 0 0除以4的話 余多少 余0嘛 對不對 1除以4 余多少 余1嘛 對然後 2除以4 余多少 因為 剩下2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跟剛剛的方法一樣 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肉函數 然後呢 一樣怎麼樣呢 把它先 先剪掉 2 一樣 把它先刮 起來 這個 這個地方 其實 我的推理這樣 反正我先不剪 沒關係 在外面包一個什麼呢 包一個MOD MOD它的 位置在 數學 特別是數學裡面 數學運算 MOD 那它M開頭 那它會出現幾個就是 Number 請你給我數字 那我的數字原來是2 可是呢 我希望呢 它可以先幫我 這個這個從多少開始比較好呢 其實 我這邊是先把它剪掉 從0開始 除以4 除以4 與0 按確定 各位可以看 那我把它向下填滿 一樣 把它填滿到這裡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 0123 0123 好像有點接近了 有沒有 那我再來怎麼樣呢 因為差多少 還是差1 所以我再怎麼樣 把它 加1 就變成什麼 1234 有沒有 那再來呢 1234 好 做完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MOD 它主要是求於數 應該可以 可以理解的 我做了 那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其實就是 試一下 試一下 那我知道說 反正呢 它每4個 每4欄 每4欄 那我就是怎麼樣 反正它不外乎就是說 一個規律的 我只要除以4 它餘多少 一定就是 整除不整除 如果整除的話 那就是0 所以0123 通常 可是會差1 我從1開始 就把它加1 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當然你也想說 老師那你如果不減 不減2的話 你為什麼要知道減2 因為 我就知道 3 有沒有 原來這邊本來是 如果不加1的話 本來應該出現的應該是 234 一直往下 230123 有沒有 差了兩個嘛 所以我才把它減掉 減掉之後再把它加1 答案就出來了 這是我的推理過程 只是說因為 這個時間的關係 所以很快的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 跟這個 可以帶出 最後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這邊的話 最後就是 我把它減了2 最後再加了1 好 答案就出來了 其實後面 我還有做了一個就是 把它帶到VBA VBA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按下它就可以了 只是說 這個難度有點高了 我想各位可以 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 它可以 把它分開來 也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好 這個我想 時間的關係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有把那個 最後 完成的畫面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的最下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那個 多欄變 一欄的話 這個是 後來更新的 所以如果 你是抓之前 舊的資料的話 可能還是要 連到雲端上 才有最新的 OK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先 講到這裡 那下個禮拜的話 等於上課 實際上上課的 最後一次上課 然後 在下下禮拜的話 我們就是要繳交作業 然後並且 就問題討論 也許大家可以 或者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或者分享心得 或者 你可以提出問題 那就歡迎各位可以在 最後一次吧 如果你有些地方做不出來 那你可以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那大家可以討論 因為 也許你的盲點 可能也是大家 其他同學的盲點 然後藉由 也許最後一次 可以 多多多一些 互動 OK 所以下個禮拜 我們原則上 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 還有一些 檢視與參照 最好有個326 講完之後 也許我們就來講一些高階的函數 其他有一些 其他的 綜合性的練習 那可能 不見得每一題都會講得到 但是 我們會試情況 再去抓一些比較重要的題目 來跟各位做說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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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